原林口湖湘在上午10点多传出了三次爆炸声响 上百户民宅随即停电 有目警民众表示 一次是鸟类碰触到了电线引发爆炸 超商也因此被迫暂停营业 民众亲民祭祖拜拜 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路口电线干的电筒传出爆炸声响 随即上百户民宅大停电 民众吓坏纷纷冲出门查看 民众亲民祭祖拜拜受到影响 有民众改点蜡烛拜拜 超商也因为停电被迫暂停营业 停电状况翻在原林口湖 包括湖东村口湖村及客寮 估计298户民宅无电可用 停电原因有民众直击疑似鸟类碰触到电线 造成电筒爆炸跳电 发现在电感湖龙7号 因为鸟类碰触高压导线 导致溃线跳脱 这样子的情形我们是第一次发生 亲民结拜拜口湖村民碰上大停电 技主受了影响 幸好经过台电人员抢修 不到一小时恢复宫店 借过正英云林唱不懂